左教授請教一下我先講結論 昨天我們曾經帶大家看過的就是 民眾黨的組織部副主任林昭穎這一時的拍桌 整個情緒上來 到底會成為反效果還是會勤勒成功呢 可是他剛剛其實也認了他就是口氣太急了 他強調自己是沒有惡意的 但是到底如何我們現在看到連網友 當時都有call in到了民眾之聲裡面 他們感到很急呀 他們講說是不是已經要完蛋了呢 這小草呢是不是現在開始他們也很擔心說民眾黨 你們都已經快要搞砸了 還確定要躺平嗎 甚至有小草在罵說 為什麼我們要被割還要被你們勤勒 沒有欠你還要被你看不起嗎 之前有嗆記者的吳怡軒 現在有嗆死忠支持者的林昭映 左教授這一波操作其實當然都顯現出來 就是民眾黨之間現在消息也亂 決策也亂 同時人的心情也亂了 好我當然的 直接的答案就是說 柯文哲主席是不是要考慮儘快辭主席呢 因為沒有 領導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做拍板定案 所以 各種想法就通通都跑出來 然後呢大家莫中一世 那大家的基層的情緒也很難去平復啊 有的人認為是柯文哲的不對 有的人認為是黨中央的問題 有的人認為是檢調的問題 各種想法 大家就相互親責 相互指責 最後整個團體就會散 所以這裡頭當然就可以看出來說 一個領導核心的穩定性是很重要的 我記得在之前也是在歷史哥 我們在別的這個 也在中天的節目上我們也談到過 是不是柯文哲應該考慮要辭黨主席 那麼現在當然大家在進一步在等待 就是說他說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到底是不是要辭黨主席 當然辭黨主席 這個決定先牽涉到一個政治 一個法律的層面 政治的層面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他現在辭黨主席以後 很快就變成是誰要接班的問題 現在媒體也傳出來說 當初是不是跟黃國昌有秘密協議 說黃國昌不介入黨務 所以黃國昌沒辦法代理 那麼黃珊珊被停權 那所以說看起來都沒有人可以代理 最後是由秘書長來做決定 來做所有的決策 那現在說有一個緊急應變小組 是集體領導 好 這些其實都看著大家莫中一世 就是說今天民眾黨有一個人 拍板丁安到底是誰 假如是有一個決策的小組 這些小組的成員 到底有哪些人 他們各自的代表性何在 那他們的決策是不是能讓大家看得到 那到底有沒有人出來 能夠做一個代表 我覺得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會涉及到 你現在在這麼混亂的時候 能不能把軍心吻下來 所以第一個是政治上的問題 能不能怎麼樣去讓各個不同的 小勢力能夠集合起來 能夠不要相互指責 相互這個惡性競爭 第二個當然其實還是牽涉到法律的問題 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 辭職了以後 如果後來他被請訴 那中平會要怎麼處理 處理之後又會有什麼效果 那如果他 其實這個問題倒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就是說他現在如果是請辭 你可以說他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黨主席的工作 所以呢必須要請辭 而這不是說因為他涉及這個案件 因為這個案件畢竟還在 司法過程當中 而且這個理由是非常交代的 可以交代得非常清楚的 而關鍵反而是在 柯文哲到底怎麼看他自己 跟民眾黨的利益 這兩者之間的一個平衡跟取捨 左教授今天民眾黨中平會有被問到說 如果柯文哲被起訴的話 是否會被開除黨籍 他們中平會回應的是 起訴也不等於一定會怎麼樣 可能要到判刑結果確定 這個從司法過程來說是合理的 我認為這個我們也不因人廢言 就是說的確因為起訴到最後 這個三審定宴那個是很長的時間 那你有的是說你 比如像說有一些政黨的提名 他是說你要一審判決嘛 最起碼有第一審的這個法院判決 但大家也會去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如果黃珊珊現在的情況是停權 那柯文哲如果有判刑 他是不是應該最起碼是要停權是不是 所以這裡頭其實都牽涉到就是說 你這個黨是不是有一個 很一致的標準來判斷 來做為黨的這個公職 他的一個懲處的這個尺度 那這樣才能夠服眾 也才能夠符合 你當初所宣稱的一個新政治嘛 那麼多小草支持你 不是因為柯文哲講話有趣 不是因為你會罵人 金句連發 而是因為大家相信說 大家期待說你可以帶來一個 新的政治氣象嘛 你可以改變藍綠 你可以做到藍綠手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可以做到什麼 能夠做到就是說 你能夠有更高的標準 道德的標準 法律的標準 以及政績的標準 我想這些都是大家期待的事情 好 回來講這個 柯文哲這個事情 其實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在明朝 因為柯文哲喜歡 有人說他喜歡比喻自己是 雍正皇帝嘛 那我想到是明朝的明英宗 那個時候呢 他這個 因為這個 眼達來犯 所以他北上 結果 打敗仗 被俘 那當然明朝就這個 明朝就整個這個慌亂了嘛 到底是要怎麼辦呢 要等著英宗回來呢 還是要另立新皇呢 最後就有了錦帝 而錦帝在于谦的這個主政下 就當時的這個兵部尚書 于谦 最後打敗了來犯的這個眼達 那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戰 因為 英宗的指揮失誤 明朝的武將 最精銳的 精軍啊 就是在守衛 京城的這個部隊 全部都打垮了 結果呢 于谦竟然一個文人 可以把眼達給打敗了 然後才有了這個 眼達最後把眼中放回來 那當然英宗後來就跟錦帝 就發生這個 兩個在爭權了 最後等錦帝 病危的時候 英宗又回來復辟 所以第一個這裡頭 當然故事就是說 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在這慌亂的時候 你一定要立新竹 你不立新竹 你這個組織就會潰散 你沒有辦法去 抵擋外來的攻擊 你有沒有辦法 讓你既有的團隊 有一個信心 那所以說其實不要再考慮到說 柯文哲個人怎麼想 或他個人在民眾黨裡頭 是什麼樣的一個身份或地位 你應該想是這個黨要怎麼樣 不要辜負三百萬人投票給你 你要想的第一個 不是你們這些公職人員自己 你要想的是這些投給你的這些選民 他們的心情 他們其實很多人是很挫折很痛苦的 支持了柯文哲 支持了民眾黨 現在民眾黨是烏煙瘴氣 那你應該要怎麼樣去 去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讓大家覺得沒有白頭你們 最起碼你們是有勇氣去 有勇氣去面對錯誤 以及有能力去糾正錯誤的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以後也許柯文哲如果中間的會回來 那可能會有新舊之間的一個衝突 但是你現在就應該想辦法去避免 那只有一個制度嘛 就你能夠樹立一個很清楚的制度 就可以去避免這些問題 而且讓民眾讓這些支持你的群眾 相信說你這個政黨是有能力 去處理你內部的這些權力競爭的 如果你這個都做不到 你談什麼要創立第三勢力啊 談什麼要創立一個新的政黨 更不要說談什麼新政治嘛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正好 就是對民眾黨 能不能繼續在台灣政壇 繼續下去的一個最好的考驗 我覺得歷史的經驗放在那裡告訴我們 第一個不要再這個莫衷一事 不要再這些猶豫不決 趕快推出一個新的這個代理主席 最起碼代理主席 而且這個代理主席一定是能夠 讓所有這個在這個黨裡頭 有實力這些人物可以大家坐在一起 共同去擁戴他 共同去跟大家商量世襲 這樣子的一個領袖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 好